大家可能聽過自由軟體社群有一句話叫做 就是 How many engineers does he take to change the light bulb? 就是說 到底換一個燈泡需要幾個工程師呢? 我們剛才驗證換頭影機的線需要多少阿獎 需要非常多人共同努力 好 那我們今天下午的短獎 第一個跟第二個其實都是氣象資料 那主獎的是這個馮啟民這個馮會長 那他也是天氣風險的創辦人 他應該是台灣第一個民間的氣象公司 那他其實一直非常熱心的參與跟推動開放資料的社群 那現在他其實也想把自己公司所做的這些氣象資料的一些成果開放出來 讓大家來做應用 因為他覺得開放的這些資訊上面的資料的應用 才能夠促進這個氣象界的競爭 才能夠大家更往前走 而不是說步步自封 好 那我們就這個最熱烈的掌聲歡迎鳳慶林 謝謝 謝謝師長 那我今天要談的是開放氣象資料 其實氣象資料早就開放了 但是我告訴各位我開放的是預報的資料 觀測舊的資料其實就過去的 就以經濟價值來說的話並沒有那麼好 預測的資料 那我自己舉個例子 像這個是空屋 我們其實每天都會用空屋的資料 我自己以前也研發了模式 用了國外很多的模式 然後這個是用歐洲的模式 歐洲這個模式 好模式預測是要花錢 要因為電腦的資源 所以大多數都是留在實驗室裡面 或是說他要來賣錢 像這個就是空屋的模式 我們可以來預測精準預測空屋會來長什麼樣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很多人會拿一個平面的這個風 告訴我就這樣流流流流 其實空屋是一個立體的結構 它那個可能會經由五六公里高度的這個風場 調到台灣來 所以老實說不能夠用一個地面的風場 或是觀測的風場來推斷這個空屋 那空屋的問題為什麼很嚴重呢 像我這陣子因為出一本書 所以有時候上了一些媒體 很多網友就會說你看空氣路來講實話 火力發電廠才是主要的嚴凶 不是別的因素 因為有時候是境外的 所以在台灣很多人其實對於這個資料 民眾想的跟政府想的是差距 落差真的非常大 政府的作為 是根本大家沒有辦法跟我民間溝通的 特別是說其實如果從實際 這是我自己拿環保署的資料 趴下來自己算的 其實這 特別是過去三年 PM2.5是真的有在減量 但是是沒有感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其實媒體的報導也多了 像以前我十年前在播氣象的時候 我要放個空屋 大家大家在講什麼 沒有感覺 現在每天每天 他把這個當成是一個大家care的 會把它講得很嚴重 所以大家就變得很習慣 覺得空屋越來越糟 事實上從數字來看的話 我們台灣是真的有在減半 但問題是說像這個霧霾 它其實是一個治理的問題 我們在台灣在資料上面 其實並沒有很完整的呈現出來 所以包含法令啊 各位評比等等 我們其實都出了一些問題 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今天不是講這個東西 其實我講的是氣象 氣象呢 不是按照像命理師一樣 有一個神通去預測的 沒有靈感 我每天預報 絕對老天不會給我靈感 我們是靠這個data去算 所以駐個孔明那個借東風 其實那個是統計的資料 它不是神 孔明不是神 它是統計的資料來看這樣的內容 那現在氣象呢 已經有很多的這個model去做預測 像各位常常用的這個windy tv 它用的呢 就是把全世界各大氣象模式的資料 爬下來 所以各位可以去用它的介面去用 它現在呢 已經有商業化的運轉了 因為它用的是open source 所以它其實募了很多錢 因為這個各位知道 你如果去用它的資料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速度還蠻快的 它放在很多的server上面 那它呢 用的是各國的氣象資料 所以它就靠 它現在已經氣象類似全世界前 所以它在思考它的商業模式 那現在全世界的氣象呢 也大幅度的這個 預測的越來越準 像這個颱風 我們以前呢 颱風超過三天就不能看 現在颱風呢 兩個禮拜就可以知道 颱風會不會來了 但是還有誤差的空間 所以老實說現在 大幅度的一個往下修正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美國 如果我們手機 如果你是用Android的話 裡面的氣象就是 AcuWeather的 iPhone的話就是 Weather.com的 那這個Weather.com已經變成IBM了 那這個 AcuWeather的CEO 馬上就要變成 NOAA 美國海洋機大紀科學總署的署長了 所以老實說這個美國 也面臨到很大的轉折 包括說 原來大家都以為 是政府一定是在爆氣象的 但是不一樣 美國已經有民間 這個是Panasonic 一家公司叫Panasonic 做電視的 來預報天氣 因為它其實裡面呢 它幫很多的飛機裡面 架設了很多的這個晶片 它在飛機上面 都有加一個氣象儀器 它把那個氣象儀器 放到它的超級電腦去做運算 所以老實說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那以全世界來看的話 大多數有政府的氣象單位 也有民間的氣象單位 各位可以看 有美國的郵寄用人是最舊的 那個Fatex是那麼新 所以老實說這個是一個公司一起進步 才會做得更好的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IBM買了一個氣象公司 所以這個對我們氣象來說的話 是福是貨 我們還不知道 那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開放 因為我老實說 當我接觸到資料 接觸到AI之後 發覺我們全部都是高級的工人 我們其實跟開計程車是一樣的 跟醫生是一樣的 都是工人智慧 我們現在其實需要很多 新的技術來幫助我們 更大的一個進展 那就不是我們專業的氣象能力 可以做的事情 那以氣象來說的話 它的資料呢 全部是網核化 所以老實說 但是問題是說 各位要進來用很困難 因為那個資料實在太大了 那我們大多數呢 是從這個很多的觀測 觀測其實 過去發生了就不值錢 例如說今天的溫度幾度 各位就是這個 今天好冷喔 四點多度 一個新聞而已 可是最後的有價值是 這個預測的資料 預測的資料呢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 延伸的應用跟分析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要做的是說 我們會主動的交各位 廣格的預測資料 如果各位有的需要 因為但是那個資料很大 我們會先開放 台灣網格細部的資料 那現在全世界的這個資料 大概有幾種 一個是ECMWF 這個要錢的 這個一年大概要700萬左右 700萬台幣 700萬台幣 現在解析度全球是9公里 我們是有這個資料 但是我們license的問題 沒有辦法free的免費提供給大家 那另外一個是ICOM 這是德國的氣象模式 它現在的減激度是13公里 免費開放提供 但是它的量也實在太大了 我們光是抓下來 一個月就要花幾萬塊錢 所以老實說這個 我們也可以想辦法提供給大家 另外一個是 大家最常用的是美國 美國是free的27公里 那它預計呢 也會明顯進步 但是各位現在大多數用的就是它 但是它報的quality 也是相對的是最差的一個 那我們其實這個東西 都有一些方式可以去 各位去解起這個資料 但是各位知道它很多層喔 然後每個網格都有喔 所以它每天的都是 100GB以上的這個資料 再去做運算的 所以如果各位需要 這樣的這個資料結合的話 我們願意 私下來告訴你們怎麼去用 那我們給大家用的是 叫做WARF資料 就是說那些資料 原來呢大概都100公里一個網格 我們想辦法用區域的模式 小到台灣只有3公里 一個網格資料給大家 那我們用的是跑model 在上面跑 可是各位一定很好奇說 那我們除了這個 還有什麼資料 剛剛講的這個是氣箱資料 還有空品的資料 空品呢我們也有區域性的這個 空氣品質模式 叫做CMAC的regional model 現在在預報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 連排放源都掌握得不準 排放源不準 來預測這個空氣怎麼飄 污染怎麼飄 就更不準了 所以老實說我們都沒有辦法 真的拿來用 這些東西老實說 我們都可以開放給大家 來做使用 我舉個例子這個是在 跨年那天的煙火 其實在前一天 前兩天前三天 我們都看到那個趨勢 跟觀測資料 其實是有一點落差 我們每次我們大概就算一算 對我們來說就是不錯了 但是老實說 其實是可以經由大家的合作 我們是不是把這個 觀測的資料 拉到跟預測 或是預測的回答 跟觀測 是有一個比較相近的空間 另外呢 像這個每天每天的溫度 其實我們每天都有一個 預報的數值 但是這個跟觀測 永遠是天有可測風雨 但是那個測呢 絕對不是百分之百是真實的 都是預測的 都有變動的空間 所以老實說 這個需要新的方式去調整過來 老實說我們氣象人 不懂AI 所以我們也需要說 開放出來之後 讓大家能夠一起來協助我們 一起來創造新的機會 像這個每天每天預報呢 跟實際上 一直都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們老實說 每天呢 現在我們各位看到的氣象預報 看電視台主播的 叫做工人智慧 那個是最後端的 中間那一段可能氣象單位 氣象單位它其實是 最後還是經有人為的判斷 給幾度就幾度 絕對不是一個電腦跑出來的結果 所以都有進步的空間 那我們氣象模式呢 過去呢大概是 在2000年多時間 大概都是110公里一個網格 所以台灣就幾個點 現在呢已經降到差不多 9公里了 未來就是5公里 所以未來呢 老實說我們的地位 我們在台灣的這個地位 就會被國際的這個氣象單位被幹掉了 所以老實說 我們現在其實很憂心 我們下一代 下一步我們到底還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為什麼 我們不開放更細的 一公里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這個資料 我們一個公司 一個月呢 大概是付出15萬給Amazon 如果呢 我小到一公里一個網格 給大家這個資料的話 我一個月就要付出135萬給Amazon去了 所以老實說 我們現在其實 為什麼只開放這些資料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給我同事來講一些資料 各位好 我是 各位好 我是哲偉 我接下來講一下 我們目前把那個 我們公司的 跑的區域模式的資料 放到BitQuery上面 那我們現在每天會有兩次的更新 就是在00跟12的時候會做更新 那每次更新都是對於 對於未來192小時的預測 那BitQuery連結在這邊 那這個簡報我也已經放在那個 那個 那個議程的那個上面 所以大家都可以 只要有用那個GCP服務的話 都可以連上BitQuery去拿我們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 他現在就是 我們去年一整年的預測資料 跟現在即時 每天我們都有在Run的資料 都會 都會都上去BitQuery 那資料長什麼樣子 他大概 他就是這樣 他有發佈的時間 然後預測的時間 變速名稱 變速高度 金度緯度 跟變速的值 我舉例來說 以這個來說的話 他變速名稱 這個PRMSL 是指 海平面器 那 在哪一個金緯度 它的海平面器材是多少 就是我們把這樣的資料 開放出來 讓大家來 因為就是在區域模式 我們到現在來 只靠模式在做預測 可能不夠 我們還要再加上 我們希望靠大家的力量 可以再加上其他的技術 去把那個預測值做一些更新 那我們預測的範圍 是這樣子 就是從 東西南北那個經緯度 大概是這個範圍 那我們看一下三公里 跟九公里 九公里是現在ECMWF的 那個解析度 那三公里是我們的 我們公司的氣象資料 以台北市來說 九公里的資料 只有六個網絡點而已 也就是說 以全球模式來看的話 台北市只有六個點可以去解析 但是小到三公里的話 可以將近三十個點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解析度越來越好當然就是 在地理上來看就可以 你又可以拿更多的資料 來去解析各個地區 那這邊就是包含我們全部有的參數 總共有十一項 包含氣壓 溫度 濕度 然後風 跟降雨量 然後還有雲 雲負量跟太陽輻射 我想這些變數應該可以拿來做不少議題的探討 例如說像 以空氣污染來說的話 它會往哪裡飄 我們或許可以從風來看 那太陽輻射的量的話 現在在那個 太陽的產業 太陽輻射的量 也許也可以做一些相關的探討 那垂直層來說 就是我們氣象在預測的時候 其實是 它是在垂直層上是 每一個高度都有 都有 都把它切成很多層 但是我們 最後開放出來的資料把它 就是 只開放這四個層 就是 在接近地表的地方 大家比較常用到的 這樣的選擇是因為就是 資源 因為如果全部都開放出來的話 它太龐大了 那這邊 稍微解釋一下 在氣象模式當中 它的風場 是分為 東西方向跟南北方向 東西方向跟南北方向 所以 要把它去換成我們 常說的風向 風向風速的話 風速比較簡單 就是用 壁式電影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 東西跟南北平方之後開更好 就可以找到風速 那風向的話就會比較複雜 你就必須 去算出那個夾角之後 再去看它的風向 那 雨量的 在模式裡面的雨量 它是做每個小時 每個小時一直去累積上去的 會做這樣子的選擇是因為說 有些人 care的是 我足食的 降雨量 有些人care的是 我整天的降雨量 那我 沒辦法說 就是客製化 每個人想要的 資料 那我就是把它 用累積的 如果你想要足食的 就是一直用 下一個小時 撿前一個小時 你就會得到這個小時的資料 整天的話 就是24小時後 你要20小時前 你就可以得到 全天的累積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開放 所以其實我們過去 就是用這個氣象知識 用資料就賺了錢 我們公司現在大概50位同事 老實說我們 覺得說 我們也遇到一個瓶頸 就是說未來的發展是什麼 那我們面臨到 政府不給我們資料 像各位剛剛的資料 其實政府也有 但是他就不願意開放 所以老實說 我們希望是 可以開放的更多 讓大家 能夠有更多的創意 像裡面的那個資料 我們其實每天的播報 像這是我播報的 其實那個背後 是全部真實的資料 就是我們預測的資料 可以呈現出來 怎麼去播報一個颱風 一個樣子 所以我們想要改變這個環境 但是台灣大多數 沒有 只有我們願意播報 就花這個 時間跟精力 去做出這樣的改變 但是大多數是還沒有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大家可以來參與我們 如果你要用這個資料 我們願意開放 讓大家可以做使用 那這個在 BigQuery上面 你們可以接API 或是各種的使用應用 我們都非常樂意提供 那如果要別的資料 因為它的量就比較大 所以要 可能要它的空間 時間的成本 所以我們也可以考慮 在這個裡面 那我們就 給大家報告 到這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彭博士 跟哲偉 那其實 其實 他們 就有很多資料 然後就是 我就建議他們 就是說 欸 開放出來的話 那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這個動面裡面 怎麼用這些資料 平常是怎麼在用的 那 怎麼承認 剛剛應該有些人聽到 一天一百區的資料 就非常興奮了 對不對 那 但是對於沒有這個動面的人 可能就需要多一點解釋 才知道這個資料在幹嘛 那可以拿來做什麼 好 那所以 所以我想現在已經 因為我也剛好認識 BigQuery team的人 幫他們介紹 就是把資料丟到 BigQuery 那不然這個 光是要提供資料 就很貴了 對不對 那所以接下來呢 就是希望說 也許這些資料可以 主要目的應該說 縮小這個 預測跟實際的差距 好 那 其實有蠻多先例 就是說 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 然後可能做一些簡單的Offset 可能就可以改善 那麼多 那也許這個就是 未來台灣可以在 就是說 欸 資料跟其他應用上面 可以做一些突破 好 感謝 謝謝 那有任何關於剛剛資料問題的話 就請 找這兩位 好 對對對 OK 謝謝 好